你是兔子吗? 男人霸道的目光专注地落在她的身上, 心谋明亮,薄纯微扬,一看心情就很好。 痴恩恩默默地把手缩了下来,故作淡定地说, 丽北绝,你最近心情很好吗? 丽北绝抓起她的一只手,放在手掌心里把玩着, 垂下眼瞼,身陷低沉性感。 也不是很好,但是也不错。 为什么呀? 痴恩恩不明就里地望向她,表情充满了疑惑。 她前段时间还因为黑网的事情气压压得很低, 怎么突然之间就又变好了? 丽北绝有事,基本上也是不会瞒她的, 只是有些事情是她没发现,没问。 现在痴恩恩问了,她没隐瞒的意思,直接说, 因为我给奥斯送了一份大礼。 奥斯? 痴恩恩联系到今天下午灵安心说的那一些, 惊讶地脱口而出。 该不会,陆长回去和你有关系吧? 哼,是和我有关系。 丽北绝谋色流转, 是我把人找到,送给了魏斯利。 什么意思啊? 陆长和魏斯利有仇, 我正好也和魏斯利有仇。 而奥斯,之前他对你做了那么危险的事情, 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极限, 你觉得我会容忍他吗? 现在陆长出现了, 我想看看他和魏斯利的利益联盟还存不存在。 游戏是他们开始的, 现在也该我接手, 就由不得他们来操控了。 丽北绝说得很含蓄, 痴恩恩却是听懂了他的意思。 真相应该就是, 丽北绝不知道从哪里查到了 陆志昂和魏斯利的关系, 然后提前找到了陆志昂, 说服了陆志昂去认魏斯利。 一旦陆志昂出现, 奥斯的地位就会不稳定, 两个人会形成竞争关系。 与此同时, 奥斯和自己继父魏斯利的关系 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的纯粹。 毕竟, 以前魏斯利是没有自己的亲生骨肉, 而且早就没有了生育能力。 现在不一样了, 魏斯利有了陆志昂, 那么, 奥斯集团的一切 也就不一定会是奥斯的了。 没有了利益联系, 感情就会变得薄弱不堪。 立北决, 这是要先斩了 魏斯利和奥斯之间的联盟, 再各个击破吧。 可是, 你怎么知道陆志昂是魏斯利的儿子? 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不能知道的, 只有我不想知道的。 就像当初, 他突然从他的身边跑路, 他之所以没有找他, 是因为他那段时间太年轻, 自尊心让他没有尽力地去找他。 如果他当时真得去找了, 怎么可能找不到他呢? 后来, 他们重新遇到了, 他开始确定自己的心, 他就再也跑不掉了。 要查陆志昂和魏斯利的关系, 很简单, 只要查一下当年魏斯利的男女关系 就可以知道。 魏斯利也是没想过, 当初自己会留下一个孩子。 不然, 你以为陆志昂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这么多年吗? 那, 陆志昂不是有危险吗? 迟恩恩是为林安心担心, 他知道林安心和陆志昂之前发生的事情, 也清楚林安心现在对于陆志昂怀着愧疚的心。 他当然还是不希望陆志昂出事。 历北决博纯一敏, 阴谋就眯了起来, 手臂扣住他纤细的腰肢, 咬牙切齿。 该死的, 你是在当着我的面, 关心其他的男人。 陈恩就没有见过像他占有欲这么强的人, 无奈地抿了抿嘴, 在他脖唇上安抚地清拙了一下。 我只是因为安心的原因, 才比较担心陆志昂的危险。 就这样而已嘛, 我都不认识人家, 我关心什么? 你也真是的, 吃飞醋好歹也要吃一个靠谱一点的, 我怎么可能和陆志昂有什么? 再说, 我都结婚了, 拜托你别忘记了这个好不好? 他都结婚了, 不管是法律层面, 还是道德层面, 他都需要对婚姻保持忠诚。 关键是他喜欢的人是他, 他难道对自己的魅力一点自信都没有吗? 他怎么可能在喜欢上他之后, 还能够移情别恋上其他男人? 他真的是想多了。 丽北爵被嘴唇上那点心甜柔软的触觉给软化了, 暴力的神色转眼之间就被压下去, 但是他的手臂还是牢牢地扣住了怀中的小女人, 一副吃恩恩是他的所有物一般的感觉。 我没忘, 我怕你忘了。 吃恩恩无语了。 丽北爵俯身叼住他的下唇, 轻轻地咬了一口, 才用额头抵着他的额头, 继续说, 陆志昂不会有危险, 至少暂时不会有。 至于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那就要看他的能力了。 我和他只是合作关系, 我没有义务保护一个合作方的人身安全, 他要自己太弱, 我只有换一个新的合作方。 他说得太冷酷无情了, 但是尊贵的阴谋 在触及吃恩恩的时候还是闪了一下。 不过, 你既然担心灵安心, 我可以稍微地帮他一下。 真的? 吃恩恩惊喜极了。 丽北绝这个人很少承诺什么, 可是一旦他承诺了, 就一定会做得到。 他既然亲口说了可以帮一下陆志昂, 那就是会帮的。 丽北绝的眉头, 慕然间凝了起来, 神色不渝, 差点想要说回自己刚才的话了。 他低头撕咬了一口吃恩恩的嘴唇, 阴质地低下头说, 以后不要对别的男人表现得那么关心, 哪怕是因为灵安心的原因, 也最好不要。 他怕, 他明知道他和陆志昂不认识, 还是该死地忍不住地想要捏死那个男人。 你只需要关心我一个人就够了。 他的心里, 眼里, 只要有他一个人就够了, 其他的人, 进入他的心里, 哪怕只是让他分了一点点的精力, 他都是不喜欢。 他就是偏执, 就是霸道, 就是占有欲, 十足。 他这辈子是根本就改变不了了。 他既然说了喜欢他, 那就要一直喜欢, 按照他的标准来喜欢。 赤恩恩虽然早就习惯了他的思维模式, 还是被郁闷到了, 捂着被咬了一口的嘴角, 瞪了他一眼, 扳着手指头算。 当然不够了, 我还关心吃宝贝, 关心诺诺, 关心爷爷, 关心小舅舅, 外婆, 还有老管家安心思少。 他抱了一长串名单出来, 每一个都是他拿着没办法的人。 赤恩恩在他俊脸铁青的时候, 突然伸手勾住他的脖子, 猛地一把把他拉近自己, 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温柔又漂亮, 从容又善良。 不过, 我可以保证, 我最关心的还是你。 随着他的这句话, 被他拉到了无限贴近的男人, 阴谋瞬间就缩成了针尖脉盲。 丽贝菊, 我会比关心我自己还要关心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